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北京突然爆出了一个重磅新闻 原中纪委中央巡视组副组长董红被开除党籍 并且对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立案审查处理 董红作为中纪委中央巡视组的组长 他本来应该是查别人的 反过来自己被查了 这本身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更有意思的是 董红是王岐山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被称为王岐山的大管家 王岐山的亲信被调查 那显然就不是一般的反腐了 就是一个明显的政治斗争 在去年的10月2号 王岐山的大管家董红 突然被调查就引发了舆论的地震 在中国有句俗话 打狗还要看主人 因为王岐山的亲信董红是不是腐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王岐山的亲信 且不说北京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 就最简单的问题来说 王岐山的大管家被查 首先就是让王岐山完全没有面子 在党内是很难看的 因为北京高官的秘书亲信被查 首先是让本人很没有面子 即使这个高官的秘书的贪腐和这个高官 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高官重用这样的贪腐分子当他的秘书 首先你就是用人不当 这个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王岐山作为前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在中纪委的亲信董红 居然也成了贪官 执法者犯法 这当然让王岐山更没有面子 如果习近平考虑到 王岐山在党内的面子和威信问题 完全可以不用拿下 这个王岐山的亲信董红 因为董红其实他只是担任一个 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 这个职务是不太重要的 他并不是像公安部副部长 那种特别敏感重要部门的一些官员 非拿下不可 所以董红是一个可拿可不拿下的官员 即便是留着他 对习近平也没什么大的威胁 所以习近平完全可以放过董红 但这次习近平不顾王岐山的面子 非要拿下他的亲信董红 这就意味着这个斗争是针对王岐山去的 也就意味着北京高层的内斗是白热化的 人们纷纷评论说 董红被拿下就意味着习近平和王岐山分裂了 所以一时间各种传言满天飞 有人说王岐山被软禁了 甚至有人说王岐山已经被抓进监狱了 因为按照过去北京整人那个节奏 高官的秘书如果是被整的话 那下一步就会轮到高官本人了 但是不久后就在2020年10月19号 新华社就发表了一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同况的照片 王岐山和习近平这些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一起去参观抗美援朝展览 这就说明王岐山本人没事 这样一来人们又认为 习近平拿下董红或许只是要警告一下王岐山 而且当时北京官媒报道董红被调查 并没有说调查出来他什么这样的罪行 只是说了一句他被调查 所以习近平对董红的处理完全可以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就是后面的处理结果可以是比较相当轻微的 这样习近平和王岐山还不至于彻底的翻脸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北京就有一种叫做习王体制的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和王岐山 他们两个人共同统领中共的政权 王岐山在中共党内有不小的威信 他善于处理鸡手的问题 号称叫做救活队长 特别是王岐山在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 为习近平反弹打老虎是立下了头功 所以那段时间北京纷纷传说 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个人关系特别好 是铁哥们 而且到了2018年3月 王岐山因为年龄原因退休之后 他又再次出山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而且当时候王岐山的反对票 只有一票是仅次于习近平的全票当选 所以很多评论人士就认为 中国的习王体制已经正式确立了 王岐山就是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不过后来的事情发展并没有像很多人 当初想象的那种习王体制的出现 也就是说王岐山后来一直都没有担任任何的重要角色 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独揽大权 王岐山连新闻上都很少露面出来 但是尽管如此呢 一般人们也都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 没有好到铁哥们的程度 但也不至于糟糕到反目为仇的翻脸地步 所以即使在王岐山的亲信董宏被调查之后 很多人还是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 不至于过于太糟 应该说还是能过得去的 在今年3月11号就是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的时候 王岐山在一次简短的讲话中 居然八次提到习近平 吹捧习近平 就让人们感到十分的惊诧 这就是似乎王岐山要主动向习近平抛出橄榄枝 就是希望两个人的讲和重新恢复关系 和好如初 如果习近平对董宏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么就是意味着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有可能重新又和好了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接过王岐山抛出的橄榄枝 而是对董宏下重手重判 根据昨天4月12号北京官方公布的董宏案的调查结果 董宏的案情相当严重 他应该是判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甚至可以判无期徒刑 那为什么说这次北京对董宏案判的相当重呢 因为北京官员的贪腐案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单纯的经济案一般会判的比较轻 判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最多就是10几年 第二种情况就是经济案同时还有政治案 这一般涉及到政治案子呢都会判的比较重 一般都会判的20年以上 甚至判无期徒刑 所以如果这次北京公布这个董宏案件呢 它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贪腐案 不涉及到政治问题 那就是说北京要重新处理董宏案 也就表示说习近平对王岐山要改善关系呢 它是有所回应的 而这一次北京公布的董宏案的调查结果 董宏不仅是有经济问题 而且还是有相当的政治问题 要联系到董宏是王岐山的亲信 那么董宏的政治问题就会牵列到王岐山嘛 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下北京是怎么样报道这个董宏案的 中纪委网站的通稿说 经查董宏理想信念坍塌 四个自信丧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大搞迷信活动 违规干预和插手之法之计活动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收受礼品 礼金 纵容莫喜 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影响牟利 普华堕落 加风败坏 大肆收钱敛财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 项目开发工程 承拦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董洪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根据中国共产党处理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通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董洪开除党纪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那么其实这个董洪案件的经济问题不是他的重要的问题 重点是在他的政治问题 因为董洪的经济问题是不会涉及到王岐山的 而他的政治问题就会直接涉及到王岐山 这里我们就摘要一下中纪委网站通报的董洪的政治问题 第一点是董洪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虽然说这个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的理解 但不管怎么样 董洪作为王岐山最重要的情形之一 如果董洪有严重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 王岐山是不是同样也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呢 至少王岐山是有对部下监管不严的责任 第二点董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当前中共的政治生态上 如果一个人被扣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那是一个非常性质严重的问题 那是要被严肃处理的 这里所谓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当然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 董洪被指控对习近平不忠诚 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推想到 董洪的主人王岐山对习近平是不是也不忠诚呢 所以说董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等于就是把王岐山也放在火上烤了 第三点就是说董洪违规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 董洪是作为中纪委巡视组的主长 他在查别人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权限 所以董洪在执法的时候 是不是违规或者是具有这个违纪违规的问题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这个事情是不是违规是不是违纪 完全是习近平说了算 而且一旦要说到董洪是违规插手干预执法活动 等于说董洪的主人王岐山 是不是也同样违规去干预插手执法活动呢 如果这样再追查下去的话 那就可以插到王岐山身上去了 第四点是董洪在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 所以要进行严肃处理 因为在十八大以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有点什么违法活动还可以叫做既往不救 但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上台之后 董洪依然是不收敛不收手 那等于是要和习近平对着干了 所以呢这就是要更加严肃的处理 我们看这个通报提议要对董洪进行严肃处理 就是意味着要对董洪进行重判 估计董洪至少要被判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甚至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那这一次习近平重判王岐山的亲信董洪 必然要造成王岐山和习近平彻底的翻脸 在上个月三月份呢 王岐山在两会上是吹捧习近平 就是说释放出希望和习近平能够改善关系的信号 但现在习近平重判董洪就是对王岐山打脸 表示他不想和王岐山改善关系 王岐山作为现在中共党内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他在党内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总理李克强 所以王岐山和习近平彻底翻脸就意味着中共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彻底翻脸 这就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了嘛 就让人想到文革 文革呢就是中共党内的第一号人物 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彻底翻脸的一场大斗争 当时毛泽东是依靠党外的红卫兵造反 踢开党委闹革命夺权才打倒了刘少奇 如果是毛泽东不发动党外的红卫兵来夺权 他只是依靠党内的力量的话 毛泽东是打不倒刘少奇的 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和当年文革之前应该说是还是有一定的相像 所以习近平也需要一种所谓党外的力量来为他保驾护航 那这样一来呢 基金会会不会再搞一场文革呢 现在看来这样的事情还真有可能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